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5月26日 河床主场富可敌国 周三清早 南美自由杯分组赛激战术场 其中深处地组的河床将主场迎战富明尼斯 河床分组赛至今保持不败 球队现赞居榜首 他们金账一定会迎球晋级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今届南美自由杯的地组竞争激励 五轮战霸该组尚未产生出现队伍 河床以二胜三合击9分的不败佳绩排名榜首 考虑到第三名的青年体育会只有6分在首 其实河床金账只要不输球 他们就一定能够锁定地组第一名的身份 要知道其他分组赛中保持不败的队伍均已获得16强的入场券 在本月上半旬遭遇过连续二轮分组赛与对手战合之后 河床上轮停级F.安祖勒利与祖利安艾维斯的联手建功 球队终于在圣达菲身上重返圣轨 一举完成对富明尼斯的反超 他们现在的形势完全处于上风 而且河床是地组防守最好者 他们军场仅施0.8球 此番迎战连败之师富明尼斯 河床赢球应该问题不大 富明尼斯上轮分组赛不敌青年体育会 球队痛失好局 要知道他们现在手握8分并不安全 如果此役不能战胜河床 身后的青年体育会又赢球甚至大胜胜达菲的话 富明尼斯就极有可能无法出现 因此 富明尼斯本轮确实输不起 连战和都存在出局的危机 也许是第五轮分组赛输球的打击太大 导致富明尼斯上仗回归国内赛场 也继续吞下失利苦果 球队在这二场败仗中军场失足2.5球 同时进攻端单场仅攻入一球 其攻守发挥严重失衡 考虑到富明尼斯已经连续三场各项赛事不胜 球队示意挑战阿甲豪门合床时再是凶多吉少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